好了 前面就是聖母教堂 大家好 又是我指名哥 耶魯撒冷 旧城區 我進來這個位置 這個門就叫做新門 NEW GATE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耶魯撒冷的旧城區 NEW GATE 當然它畫得NEW GATE 當然是最新的 但它畫得很新的 其實也是很舊的 所以這個NEW GATE 其實是最接近這個輕軌路 所以也是最方便的 進來這個位置左上角的基督徒區 這個位置亞美尼亞區 這個位置 就是由上角的就是這個叫做 穆斯林區 這個位置猶太區 這個就是有個廟的物體 分四大區 NEW GATE 搭輕軌車來到這裡就很近 走過來可能三四分鐘 這樣就可以進來 周圍也有些賀槍實彈的士兵 也有些牧師 也有些牧師 來都知道 最賺錢的 當然是第一間 是一間餐廳 當然也不能少的 就是這些紀念品店 這間就是The Gare 比較有名的 基督徒區 可以喝咖啡 吃小食 喝葡萄酒 因為這個位置是基督徒區 所以很多猶太節日 其實沒有東西吃的 去完這裡就會有些機會開 昨天是有一個節日 好像叫熟聚節 是猶太人的熟節日 這個是猶太人話事 這個以色列 所以昨天是零店開的 是零 是能 即是連便利店那些 全部都沒有開 所以昨天晚上 我又不是很省氣 所以沒有賣東西吃 唯有吃朱古力 沖機 朱古力加水 但是去到晚上 大概七八點鐘 其實這裡 都還有開 因為始終這是基督徒區 其實它都有很多 不同的指示 好像那個Temple 西牆 西牆 西牆即是那個哭牆 還有Church Holy那個什麼 就是 就是耶穌死的位置 在那個墳墓 那其實就是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苦路 苦路有很多步驟 就是說 耶穌耶路撒冷 還有十字架 怎麼樣 很辛苦一條路 那最後有三個點 都是在聖母教堂 聖母教堂那裡 有三個點 但是 那現在呢 其實時間都上早 早的意思是 現在是早上11點鐘 現在呢 其實很方便 就是耶穌冷 舊城 那些地下呢 它是這些石仔路來的 那其實呢 拖行是很辛苦的 還有呢 走是很辛苦的 它呢 很多斜的 現在下斜當然沒什麼 但是到回來的時候 要走的時候 它這個斜是很長 都是一個斜路上散的 所以呢 是很累的 下當然沒什麼 很多都還沒開 其實這舊城區 其實不是很大的 舊城區說的是 如果真的要走 走 走暈了 我想一個小時內 你真的可以走光了 即是不計 你在這個 教堂那裡磨 一個小時呢 我覺得這樣正常走 走光了 走光了 那這裡呢 很多不同的 足跡 是神的足跡 耶穌的足跡 來哪裡哪裡 很多都是的 有說 曾經耶穌來過這個地方 曾經耶穌 馬利亞也走過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這些 是挺有趣的 如果你是對宗教 或歷史上有興趣的話 跟我之前回覆一樣 即是來這個位置 即是你機票 國泰都有 直擊 那你如果換分的話 換這裡 就多一點點 比日本 來一下這裡 吃一點魚生 對吧 因為吃淡水刺身 如果不是的話 來這裡走一下 也挺有意思的 聖母教堂 現在我就走到聖母教堂 聖母教堂 其實呢 這次你知道 我是一個珠寶的頻道 其實我是想找一下 這個東西 要實行舊城區 當然啦 大家都很想 買些紀念品 回家 可能在這裡買些十字架 很有意思的 那其實呢 耶魯沙瓦舊城區 有很多 souvenir shop 都有很多 是買些珠寶首飾的 當然不少得的 當然是十字架 那些 不過呢 有些情況 他們又買回一些 普通的珠寶首飾 都幾搞笑 但是呢 這個位置 其實耶魯沙瓦舊城區 那些 宗教 是很多宗教的 我 真的不認識 即是 就是 就算 即是 同一樣東西是聖經 有東正教 有亞美尼亞的天主教 有普通的天主教 有 猶太教 很多人有 基督教 天主教 我不能少 太多教了 我真的不認識 開始 開始就越旺了 聽到耶啦耶啦 真是好啦好啦 不解釋耶啦耶啦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珠寶首飾 那你會不會買這麼大這麼厲害的東西呢 這些很明顯是假的 但是假得很帥 會不會買這些呢 哇這些帶出去真是厲害的 但是平常也有很多這些小小的十字架 買來做手信真是不錯的 也有很多這些 六個星 還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七支蠟燭 這些是猶太人的首飾 我都不太熟悉 有棵樹 應該是橄欖樹來的 有個小鳥 挺厲害的 很多不同的十字架 是不同的十字架 很多 不知道是真寫還是假寫 但是呢 就小心在這裡買 但是呢 有意義的 哇這些木的雕刻好漂亮喔 哦哦 也有不同的十字架 這些裝飾放在家裡挺漂亮的 它很有意義的 但是這些就不是基督教 這些不知道什麼教 我不懂 天主教可能 也有很多不同的十字架 六個星啊 十字架 你看看 一些馬爾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 東征的朋友 你看看那些 你看看那些 這些設計挺漂亮的 你看這些設計挺漂亮的 有些不同顏色 包著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有一些 你看看 阿米利亞 阿美利亞 珠寶 金 和銀 Posell and Retail 厲害 在山洞裡 有間鋪 好帥 這些一看呢 開始發黑的 這些很明顯是銀 有些銀 不同的銀 這些跟宗教沒什麼關係 有些銀 但是十字架呢 我這樣說 這裡真的很多十字架 什麼宗教都有 你們又喜歡哪個呢 有耶穌的側面 這個 這些義環就沒什麼特別了 普通珠寶首飾 星星是什麼意思呢 三顆星 嗯 戒指 大衛星那顆 還有一些皇冠啊 不同 藍莊的十字架 挺有型的 這些 就是像這些 像是金 真的 他寫著幾份 寫了幾份 如果藍莊十字架 這裡真的很多 還有很多 Broach 還有Panda 幾多 好 好 好 如果喜歡宗教的話呢 這裡呢 只有一間店舖也有排行的 即是我很喜歡去不同地方了解不同的宗教 即是雖然我不是 譬如現在我去印度這樣算 即是我不是佛教徒 但我都會喜歡去一下葡萄樹下 那些地方呢 我也會去一下玩一下 即是了解一下不同的宗教 來這裡呢 真是四通八達 以前呢 沒有Google Map的時候呢 真是很容易擋失路的 這裡又一個地方了 聖武馬利亞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拱 拱門 聖武馬利亞 就是拱 但是呢 現在不知起了什麼了 可能很多年前是一個 關於聖武馬利亞的拱門 但是之後 你知道啦 有很多歷史的嘛 就不知為何起了一個這樣的拱門 但是這個是一個歷史遺跡 所以我說這裡呢 其實真的 很多不同的古跡 其實可能你走前兩步 就已經是一個古跡 而你是會miss的 所以呢 有些人 他就會覺得 你是可以的話呢 就真的會請一個導遊啦 那如果有導遊的話 是會好很多的 其實呢 現在呢 跟著人潮呢 就知道現在我們去哪裡了 就知道 你不會是從小商 credit 就知道 你可以看到 我們去哪裡 還會第一個 還是有四個 那是 那是 你的 可以 做好嗎 你 可以 我們